北京與地方對峙 發警特警大打出手 中美軍方高層秘密會議 說不投機 扎連司機突然撤換防長 背後有心意 中方採購40架波音737 雷蒙多警告 間諜行為 中國人誤闖美國敏感地過百次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5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每日叫問》 我是黃蓉 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是詳細內容 目前中國大陸各種內亂此起彼伏 體制內不同部門亦互相鬥爭 近日一段影片顯示 中共特警和警察之間爆發衝突 諷刺的是 最終司法警察因為尋釁滋事被治安拘留 影片中 幾名穿淺藍色制服的警察 和幾名穿深藍色制服的特警發生衝突 開始的時候雙方互相推撞 警察抽著一名特警的衣服 而該特警就捲著警察條頸 這個時候 雙方都來了幾名幫手 大家打一堆 有些特警和警察 還拿出警棍 場面一段混亂 影片中還有尖銳的警報聲 有人說 做什麼你們可以動手嗎 你們打我們的人還問我們做什麼 我們有錄影的 你執法警察你有權嗎 我們不是執法警察了 畫面中還有人推動擔架車 有法院標誌的警車和有警察標誌的警車 地上還有疑似是警察裝備的物件 最後畫面中出現了一名穿淺藍色制服的警察 被一名穿深藍色制服的特警拉走 上傳該影片的人表示 事件發生於8月30日 北京朝陽法院執行局 一行兩部車 五、六人 有法官和司法警察 都河北保定執行案件 在執行期間 和當地公安特警發生衝突 雙方大打出手 結果北京法警法官 被保定意願 已承認知事罪名自安拘留 事件引發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說 朝陽法院鬥不過保定警察 太有意思了 黑吃黑 狗咬狗 開心 一幫流民打架 有地利的贏 說起來 這也算內亂 由內部亂起 實屬必然 地方割據 分裂即將開始 為爭狗糧打架 看來狗糧不多了 中央開始無錢無威信了 接著就地方紛紛獨立 還有人說 作風優良 多多益善 每個執法的都不懂法律 但每個執法的都在講法律 各自為戰 好現象 適合全國各地方推廣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 日前透露 8月較早時 在斐製舉行的 印太國防部長會議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 阿灰利諾和中共軍方代表團 舉行了會晤 但是 中共國防部雖然在記者會證實 該次秘密會議 不過 只是用幾句說話草草帶過 然後 美國就宣布 向台灣提供8,000萬美元的 免費軍事援助 因此外界分析認為 今次中美軍方高層秘密會議 最終是不投機 路透社報導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 8月31日表示 阿灰利諾8月較早時 曾與中國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 徐喜寧率領的訪問團會晤 賴德在記者會強調 美國將會盡可能保持雙方溝通渠道暢通 來減少誤判的可能 並且樂觀地說 希望敢預示之後 將會有更多的交流 而中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 吳謙當日也同樣在記者會證實這件事 雖然他說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軍方交流 並非處於中斷狀態 但是針對今次高層秘密會議 就未提及具體情況 反而轉口風向所謂的台獨分子發出警告 吳謙在記者會指責 美國對中共的打壓限制 對台軍售 發展與台灣的軍事關係 在中國周邊頻繁出動海空力量 最後還有對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制裁等 四個令中共一直極度不安的動作 由其說話所發出的訊息 例如什麼對話不能無底線 要求美方拿出誠意 採取具體行動 還有停止針對中共的軍事挑釁行為 以免出現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極端局面等等 有分析認為 雙方今次會談話不投機 最具風刺性的是 美方對中共有關採取具體行動 令兩軍關係重回正軌的回應 在30日美國國務院宣布 政府根據對外軍事融資 FMF計劃 批准的8,000萬美元的對台軍事援助 美國印太司令 更加在高層秘密會議之後 發出驚人說 說針對中共 要在24小時內攻擊1,000個目標 還說了一句術語 地獄景象 而中共在美中軍方高層秘密會議之後 就召開全軍裝備質量工作會議 軍委副主席張有俠說 要以打贏負責 對戰鬥力負責 對官兵生命負責的態度 將武裝質量提高 深入掌握好現役裝備質量整治 上映的是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 希克斯在新興國防技術會議 就透露了複製者計劃 宣布美軍準備在18至24個月內 製造部署幾千架橫跨空中 海上和陸地的廉價無人機 在被迫交戰的時候 幫助美軍贏得勝利 軍事評論人士沈洲說 美軍公布的複製者計劃 中共在短期內無法複製 中共軍隊眼見自己的一千個目標被鎖定 還想開戰引起地獄景象嗎? 時政評論人士王赫說 中共外交張法已經黎黎亂 初判形勢蠢 蠢是一件接一件 無論戰略還是戰術都極其差 走入掘頭路 還有 9月的G20峰會 是重要國際舞台 習近平竟然不敢出席 拜登說 我希望習近平能夠出席G20峰會 那是善意的遊說 還是諷刺呢?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9月3日晚宣布 將會撤換現任國防部長列子尼科夫 那是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烏克蘭作出的最重大人事調整 路透社報導 扎蓮斯基宣布解除列子尼科夫的職務 原國會議員烏梅諾夫 將會出任新的國防部長 此舉是為烏克蘭國防機構 最重大改造鋪路 2021年11月 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列子尼科夫 曾幫助確保幾十億美元的西方軍事援助 但他領導的國防部 難以擺脫貪腐指控 即使他駁斥相關指控是抹黑 扎蓮斯基說 列子尼科夫 經歷超過五百五十天的全面戰爭 但他已經做了決定 扎蓮斯基認為 國防部需要新的做法 而且與軍方及社會 都應該展開其他形式的互動 專家分析 扎蓮斯基在反攻如火如荼之際 突然震前換帳 有幾個原因 其一是烏克蘭的反攻 有些果足不前 作為國防部長的列子尼科夫 難辭其咎 另外 烏克蘭人對扎蓮斯基反腐敗寄予厚望 最近烏克蘭爆出一些事件 扎蓮斯基再發起了一場反腐 很多高官 甚至是扎蓮斯基的物友都要入獄 扎蓮斯基曾經表示 如果不治理烏克蘭軍隊的腐敗問題 將會無法戰勝俄羅斯 此外 扎蓮斯基還有新的計劃 外界注意到 他新任命的國防部長烏梅諾夫 是克里米亞人 克里米亞現在還在俄羅斯的掌控下 烏克蘭一直要修復失地 最近更頻繁對該地區發動攻擊 關鍵時刻 起用一個克里米亞撻旦人 出任烏克蘭國防部長 也可見扎蓮斯基 對克里米亞是志在必得 就在扎蓮斯基撤換國防部長的當日 俄烏在前線繼續展開擊戰 俄羅斯對南部奧德薩地區港口的設施 發動猛烈空襲 烏克蘭空軍早前宣布 在奧德薩總共擊委22架 漏夜襲擊俄羅斯的無人機 德國之聲報導 目前烏克蘭和俄羅斯正在進行兵法過招 烏克蘭國防全面改組和升級 除了撤換國防部長 扎蓮斯基希望盟友能提供160架F-16戰鬥機 可以有利反攻 而俄羅斯方面有消息還說 俄國正在招募外國士兵 烏克蘭指揮官塔爾納夫斯基 向英國媒體《觀察家報》表示 烏克蘭軍隊已經突破了 紮波羅熱南部地區 幾條俄羅斯防線之中第一條 也是最堅固的防線 在向較弱的第二條防線推進時 預計會取得更快的進展 目前烏克蘭軍隊南部攻勢的 目標是到達大約90公里外的亞束海 有效撤斷俄羅斯控制的 烏克蘭南部一半地區 並破壞來往克里米亞半島的 一條重要補給路線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日前結束了中國訪問 同時中方突然宣布 大手不採購40架美國波音737 MAX 8飛機 有評論說 中共現在全面轉軌 知道經濟危機的厲害了 又要討好美國了 不鬧了 原地掉頭 大陸媒體報導 40架美國波音 MAX 8 應通過美國聯邦航空局 和中國航空局 CAAC的驗收 這個動作在國際航空業 引起震盪 但是不少網民質疑 國產有大飛機 為什麼不採購國產呢 他們是不是對國產沒有信心 C919真的可以嗎 很明顯 是中國航空製造業的空中流過 另外 在雷蒙多訪問中國期間 中宣布就做足戲 叫一個小女兒做妹 拜偶遇雷蒙多 有人說 感覺很不寒 不知道還有沒有用呢 但是雷蒙多就在訪問期間警告 美國企業正在失去內心 如果情況不改善 可能會到其他國家做生意 中共正在令事件變得更加困難 雷蒙多說 信任可能不會是我的用詞 美方需要看行動 在看到行動之前 不可能有信任 雷蒙多還提到 中共所做的是更多損害美中信任的事 他向回面的中共官員傳達的口信是 行動勝於空談 美國華爾街日報4日報道 美國近年發現大約100宗 中國公民在沒有合法的授權下 進入美國軍事重地和敏感設施的案件 他們大多數自稱是觀光遊客 誤入相關地點 但是華府認為 背後可能涉及間諜偵察活動 據該部報道 美國國防部 聯邦調查局 FBI等執法部門 去年進行過一次審查 因此不速之下 試圖在未獲得適當授權的情況下 闖入美國軍事基地 包括新墨西哥州 一名進入美國飛彈射程的中國公民 以及出現在佛羅里達州 一座美國政府火箭發射場附近水域的潛水人士 因為當地的水質混濁 因此這些潛水人士的真正動機 引發質疑 美國官員將這些事件 認為是一種間諜活動 似乎想測試美國軍事設施 和其他聯邦場所的保安程度 熟悉情況的官員表示 這些人通常是被威逼的中國公民 並且需要向中共政府匯報 報導還指出 這些自稱是觀光遊客的中國公民 所闖入的地點都不是觀光景點 而且附近也沒有商用機場 自從今年2月爆發中國間諜氣球 闖入美國本土領空之後 這些事件再令外界懷疑 北京正使用非傳統方式 在美國本土搜集情報資料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